台灣文創尋根之旅 一切是從一張名片開始 這張老錫帖的日據時代的錫帖 中間有壽翁公壽 我們發現上面有專利號碼 於是請專利律師找到了他的專利證明 發現他是由在昭和11年1936年 由台北市太平丁聖丁木一二番地的黃根仙書組創作 花了25年找到了他的後緣之後 我們決定復刻 那又花了很長的時間 我們做個編排再次的創作 讓大家能夠重新認識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創歷史 這是屬於全台灣人的共同文化資產 製作人們的交往 空洞 在此做甚麼 這是一個 兩張最頭蓋